大家好我是小植 欢迎来到小植一屏 今天小植带来老虎连 本篇主要讲述1971年越战期间 美军在路易斯安那州波尔科堡中心训练新兵的故事 导演采用纪录片的拍摄手法 深刻的剖析了越战期间美军基层士兵的心理状态 在军营 每个人都在使用自己的方法逃避兵役 与其说他们讨厌当兵 倒不如说每个人都惧怕战争 本篇几乎从未在影院上映过 所以知道的人并不多 但并不妨碍它成为一部优秀而经典的反战影片 好了废话不多说开始进入正题 话说波尔科堡陆军训练中心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在60年代至70年代间成为越南战争的战前培训基地 其所有新兵需经过8个星期的基础训练 然后转到10公里开外的蒙虎营 再进行最后的模拟训练 才能正式进入越南战场 老兵常说军营是一座大熔炉 他会把不同的人变成同一类人 洛伊茨安那州波尔科堡军队监狱 刚刚释放了一名新兵 他的名字叫做布斯 乍一听以为是布斯 入伍前他曾是一名大义新生 三个月内因为逃避服兵役 他几乎每天都在监狱度过 或许因为他上过大学 所以他对于军队的管理制度 以及相关服兵役的法律法规相当熟悉 他常常钻研法律漏洞 来威胁上级以达到离开军营的目的 而上级对他却无能为力 他们不愿意就这么轻易的让他得逞 一方面对于布斯进行打压 另一方面又提防着布斯去上军事法庭 所以他在军营变得臭名昭著 不了解实情的人总以为他胆小 自私懦弱 实际上布斯并不是一个闹兵 他表面上逃避训练 实则是反感战争 这种思想在军营普遍存在 因为训练和长官顶嘴 布斯与两名队友被罚去食堂削土豆 肯微向他们谈论了自己的心事 今年他刚满19周岁 在他六年级还没上完的时候 他就辍学结婚 那年才15岁 他的妻子当时已经24岁 且离异带有两个孩子 现在他们又生了两个 一个一岁一个两岁 但最令他担心的还是他妻子的病情 他患有精神病 布斯问他 那你为什么还来当兵 肯微没有说明 很显然他是被逼迫的 一番叙述后 布斯心里难以平静 他讨厌战争 但他更无法接受四个孩子 一个精神病人失去家庭后的痛苦 他陷入了两难 第二天 按照布斯的话术 肯微成功申请免除病役 长官的问题他对答如流 一个六年级还没毕业的学生 怎么会对法律这么熟悉 长官知道背后肯定是布斯倒的鬼 他们更清楚 当一个人合法的离开军营后 军营的氛围也就开始变了 现在 教官向布斯挑明 如果你再敢惹出事来 我不弄死你 返回营地路上 布斯所在的小队出现货物现象 所有人都在拉架 只有布斯一个人淡定的 朝排气筒里扔了个罐头 搞得车子立时停了下来 教官质问 拿个傻屌扔的 给老子滚出来 愣了半天 帕顿承认 是我弄的 好 你下车跑回去 布斯没想到 竟然有人替他背黑锅 没办法 他只好下车与帕顿一块跑步 下一个科目 如何使用电型来向越军逼供情报 根据战场经验 越军俘虏的思想相当坚硬 而这个设备的出现就打开了情报缺口 将他通上电源 把两个夹子夹在俘虏的蛋蛋上 他立马就能告诉你你所想知道的一切 培训还没结束 布斯就擅自离队 他的想法很简单 为什么要这么残忍的折磨一个人呢 长官蒙了 他有精神病吗 米达班长过去叫他 他连话都没回 无奈 教官只好拿班长开刀 吓唬他 以惩戒他对部下管教无方 种族歧视一直在军营盛行 动手的永远是白人 而这一切在教官眼中 总是归咎于班长的无能 布斯想替班长解释 但他却遭到了毒打 教官早就警告他 只要班里出事 他第一个就会受到惩罚 在众人眼中 米达根本不适合做班长 他性格懦弱 无论是从身体上还是思想上 他都没有能力领导 深夜 米达一个人坐在厕所内痛哭 军营的氛围让他越来越感到恐怖 尽管他知道几个月后 他将奔赴越南战场 但现在 无论是面对教官还是日常训练 都让他感觉到闯不过气来 随着布斯在军营内与教官做对抗 他在战友们面前展现出 越来越多的领导才能 布斯向教官阐明了自己的意图 他不是要控制大家 而是他不想玩了 他不想与所有人作对 他只想离开军营 艾瑞教官已经去过越南战场 他很理解布斯的想法 但他更知道 每个被迫服兵役士兵的心理 他也是这么过来的 因为米达领导不利 他被教官肆意咒骂带毒打 他实在无法忍受 想一走了之 我打不过你 我还不能跑吗 往往事情就是这样 你越是想逃 他来的就越快 教官剥夺了米达班长的职务 由布斯接替 你不是想逃吗 现在看你怎么逃 深夜 米达无法忍受军营的折磨 他决定再次逃跑 他已经不在乎任何军纪法律 他只想离开 布斯劝他 无论你走到哪里 都会被抓回来的 你又不是不知道 军营里有人专门抓逃兵 逃不成 米达便想自残 我弄蛇一只胳膊总可以吧 他向布斯倾诉 自己曾是一个屠夫 高中时期 每天放学后 他都会在超市内卖肉 我的理想就是很安静的做个屠夫 尽管我赚的少 但我很充实 可这些在我的父亲和妻子眼中 他们却看不起我 父亲总是叫我小子 耻笑我 妻子呢 拿我当赚钱的工具 他花着我的钱去上学 还勾当男同学 看到没 我头上现在长得不是头发 而是韭菜 你说我该怎么办 第二天 米达成功离开军营 按照布斯的话术 他可以回家了 米达很感激布斯 认为他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指挥官招来布斯 向他见面谈话 请他不要再让人离开军营了 你总是这么搞 我扛不住啊 你不能让训练的人都回家吧 那谁还来打仗呀 自从布斯让两名战友成功退役 他现在被整个军营的士兵 是为化腐朽为神奇的人 所有人都想找他讨要离开军营的秘诀 此刻他已经成为传奇 在二班 威尔森一直和布斯不对付 他从第一天开始就看不起布斯的所作所为 他认为做一名军人 就应该感受到责任和荣耀 现在可好 你逃避战争 逃避训练 而且还帮助其他人离开 这样的懦夫实在是军队一大耻辱 在一次实弹训练中 威尔森神经发作 他竟拿枪朝着布斯的头部射去 幸好遇到子弹卡壳 正常情况下 教官肯定要站出来进行制止 但似乎教官们却想在一旁看热闹 可能他们的内心早就想这么干了 八个星期过去 下一站猛虎营 他位于训练基地十公里开外 为布尔科堡训练中心的一部分 此地常年植被茂密 高温多雨 从环境上来看 与越南的天气别无二样 是新兵训练的最后一站 1962年 布尔科堡开始改建为高级步兵训练中心 12年间 从这里输送到越南的士兵人数 超过了全美其他基地的总和 训练他们的军官都是刚刚从越南战场回来的 他们只有一个要求 听话 深夜 布斯和帕顿打开手电筒在写着什么 教官走过来让他们关闭 警告他 如果这是在越南 他就不会过来了 因为你们已经阵亡 布斯反问 现在我还能说话 就证明我还活着 你下次编个好故事再来吓唬我们 教官很严肃 在越南战场根本就没有什么故事 那里只有死亡 我最好的基友刚到越南 就像你们一样 我们一起站岗 他点着香烟 我们开始讨论他刚出生的儿子 结果 下一秒他脑僵子见了我一脸 战场上没有故事 有的只有事故 请珍惜你的战友 敬畏你的敌人 第二天 布斯小队展开模拟训练 寻找越南士兵 他们惊奇的发现 威尔森竟然还在军营 几天前 因为他准备枪杀布斯 按照长官的话来说 我会处理的 不能想 他只是将威尔森调离了脸堆 看样子 他来势汹汹 得亏教官及时赶到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威尔森现在对布斯已经起了杀心 只要他还在 他就想干掉他 布斯心知肚明 于是 他趁着夜色想逃出去 强森看到了将他拦截 你要走 怎么不带走帕顿呢 如果你不在 那么下一个死的可能就是他 威尔森早已得了疯狗病 谁惹他 他就要在训练中干掉谁 本来已经逃走的布斯又回来了 他内心复杂而犹豫 此刻他承载了太多人的期望 想走也走不掉 新一轮对抗开始展开 对手依然是威尔森 队友发现 他将空包弹悄然换成了实弹 他还是想干掉布斯 但布斯很清楚 接下来事态会发展到哪一步 于是 就在威尔森用实弹射击的时候 他借着他的势头 使用空包弹朝着帕顿的左脸 射了一枪 结果直接导致帕顿左眼受伤 正好可以退役 布斯以其人之道环石彼身 可谓一举两得 威尔森因为在训练中使用实弹 涉嫌蓄意杀人 直接被脚关扭送到军事法庭 而帕顿借此伤势 可以正大光明的离开 现在回想起这个曾经叛逆 肆意破坏军纪的胆小鬼 在三个月的时间内连救三人 尽管这三个人的经历不禁相同 但无疑都戳中了布斯的软肋 他看不得别人受苦 尤其是拖家带口的 本来要走的是他 可到了最后自己没走成 却成全了别人 这样的结局 不免有点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意味 本来帕顿想将自己在军营中 关于布斯的事迹写成书 让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个英雄 但在车上 布斯将帕顿的日记给撕碎了 他想让所有人都忘记他 可能从这一刻开始 布斯就有了逃亡的计划 据其他战友描述 布斯抵达越南战场后 在一次作战中 他莫名其妙的消失了 因为没有找到他的尸体 也无法确认他是否还活着 几年后 曾有一个班的战友 在墨西哥见过他 看来他的说法还是比较靠谱 因为布斯曾经多次表达过 要去墨西哥 好了本期故事已经完结 敬请期待下一期精彩内容 请期待